旧金山的卡斯楚区是出名的同志生活圈 很多同志发起的抗议活动都会在这里举行 但即使在这个开放的城市 还是有许多对同志的歧视 尤其在校园和运动界 因此旧金山有许多同志社团 提供法律咨询等援助 甚至推动法案 规定学校必须教导同性恋争取人权的历史和文化 我们就带您从9月底这场独特的天体游行 开始看起 数十名男男女女在阳光下展现最原始的自我 让旧金山卡斯楚街 市场间交叉口的电车站前顿时骚动了起来 观光客也比平常更多了 你能拍摄我的妈妈的照片吗 是 肯定 肯定 你必须留在中间 女儿带着妈妈来感受这特别的天体游行 穿着衣服的倒比裸体的还要害羞 一旁的男子大方秀出健壮的身材 背上写着裸体并不淫荡 宣示着这场聚会的目的 我认为均匀的保持 全新的生活风格和不同的东西 这就是这场特别的地方 如果公民队被禁止 它会让均匀就像每个地方 所以我推薦我們留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留在開放 獨特、開放 標誌著舊金山的特色 它是同志運動的地標城市 卡斯楚區彩虹旗中年飄洋 同志伴侶大方秀恩愛 同性戀博物館Huffy Milk 經營的照相館 是給圈外人朝聖的觀光景點 要一窺同志生活 得要有無帶路 清晨八點的濃霧中 10度不到的低溫 舊金山同性戀壘球聯盟主席 Vincent Foucault 帶我們來到球場 一群男女開心地打起壘球來 他們有些互不相識 到現場才知道和誰同隊 但參加人數卻踴躍到 必須分兩個場地比賽 而且一個上午就有12場對戰 這是舊金山同性戀壘球聯盟 球季聯賽的開幕戰 很多人都害怕或害怕 當他們不認識一個社群 所以能夠成為一個社群 給他們一個機會 看到他們是同樣跟別人 無論你的性格的影響 也會幫助他們選擇去 帶孩子自己的 他們會教他們接受 他們也能夠理解 好 沒關係 我們不必要抗爭 對別人的影響 透過陽光下的運動 爭取非同性戀族群的了解 進一步消迷歧視 當然同志們也要求自己 不要歧視非同志 如果有任何事 我擔心我會讓他們不舒服 因為我是一個不同的 但這就是社群的最好的事 這就是社群的事 並非關於社群的事 並非關於男性 男性 男性 女性 但他們可能會不會理會 如果我父親來到遊戲 他很可愛 第一次參加的他 被隊友全然的接納 給溫暖了起來 但能走到今天這樣 不論性倾向 都能和樂融融 舊金山同性戀壘球聯盟 也經歷了25年的努力 因為在運動這個領域 仍有許多的歧視很難打破 例如我們有強烈的社群的氣氛 即使我們沒有女性戀壘球員 或我們不喜歡 Helen年輕時是籃球隊員 也當過教練 她描述球隊裡不只暗示不歡迎同志 甚至一上場就互相扯後腿 孤立 排擠 讓同志運動員不是隱藏性像 就是被迫退出 教練若是同性戀 也可能丟了工作 當你跟一群女的時間 他們成為你的家 我都失去所有人 因為我是女性 而且因為我離開了 教練需要花點時間 去教育自己 並不必須正常 在不同的訓練 或其他事情 藉由當事人的現身說法 讓歧視傷害赤裸裸地呈現 這是全美女同志權益中心 NCLR 送給學校的教學引帶 近年來 他們不只關心女同志 更擴展到男同志 跨性別和雙性戀等族群 專門的法案 NCLR每年都替 LGBT 族群 打贏歧視官司 每一次就代表 LGBT 的權益 又往前跨進一步 但他們卻深刻體會到 如果不从教育着手 让公众尊重多元化的性倾向 打赢再多官司都没有用 因此他们也协助推动立法 像是2011年加州州长布朗签署的教育法案 这个法案规定加州学校 必须在公平、正确、全面、尊重的前提下 教导学生去了解同性恋文化与历史 因此这项法案也被称为Fair教育法案 以同志身份参选并当选议员的Harvey Milk 为同性恋争取人权的历史 不只在电影中可以看见 也将成为学校课堂讨论的题材 让了解取代偏见 才能真正落实平等无奇事的理念 你、你、你 你必须给他们希望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